近一阶段 民进党当局对于韩国瑜的攻击变得异常猛烈 我们首先通过新闻做一下相关的了解 进一个短片 据台媒报道 蔡英文阵营近日持续攻击韩国瑜豪宅效果明显 韩国瑜的庶民形象受到伤害 需以更有效的攻击回应才可能突围之胜 要突围就必须找到蔡英文的弱点 眼前蔡英文的弱点有两个着力点 一是显示其不足为地区领导人的相关人格特质 二是三年来的治理绩效 若能打到痛处 让庶民有感 那韩国瑜就可能突围来反转战局 我们注意到在岛内美逢选举 那么在临近选举的过程当中 如果参选人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新闻 那么肯定会为对手送上机会和加分 那比如说在前一阶段 有关蔡英文的学历造假事件 就在岛内闹得是沸沸扬扬 那么当时这件事情究竟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而当时对于韩国瑜的选情 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拉抬作用呢 郑教授 我们如果去看民意调查 你会发现说 所有的论述 所有的质疑都缺乏一枪毙命的证据 也就是蔡英文还不可能因此 而就此下台或者是退选 那么蔡英文在这个选举里面 当然她有她的问题 她有她的这个瑕疵 我们必须讲一般的选举 尤其您刚刚提到 在台湾的选举呢 尤其会用负面选举的手法 譬如说你要去挑战 质疑对手的人格特质 不过你必须要拿出具体的证据 这个是现在呢 在论文门里面还缺乏的一块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论文门吵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台湾的几个主要的媒体 譬如说台湾的联合报 就在论文门基本上告一段落之后呢 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发觉蔡英文还是有45%的支持度 而大胜韩国瑜的33%支持度 这个就表示说 论文门没有对蔡英文产生 重大的杀伤力 同时也没有对韩国瑜呢 产生拉抬的效应 那现在的这个重点 恐怕我们要再去进一步看 那些民意调查里面的数据呢 我们发现有25%的民众 基本上就认定说 蔡英文这本博士论文大有问题 大家算一算 这是将近500万的民众 500万的台湾民众 已经觉得说你作为领导人 你这个博士论文 可是这个很有问题的话呢 这就意味着蔡英文的诚信 跟他的这种人格 已经受到了质疑了 那么这样子会拖久了 会变成一个道德危机 蔡英文有没有很有效地 化解大家的疑虑呢 显然没有 愿意相信他的 大概也就跟他的支持度 差不多在45%上下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蔡英文在未来这段时间 他还是要面对对他的道德的这种质疑 对他诚信的这种怀疑 那我们必须讲 像这样子的论文门呢 他其实对蔡英文暂时还不会产生 绝对的杀伤力 第一 这个问题没有涉及个人的贪腐 像陈水扁 海角七亿那样子恶劣 第二 这件事情并没有涉及所谓的统独意识形态的对立 换言之 在台湾这一种只问立场 不问真相的这个政治环境里面呢 就会出现性者恒性 不性者恒不性的问题 所以难怪有人就讲说 蔡英文要是这次侥幸能够连任成功的话呢 你真的要探究这个论文的真假 恐怕要等到四年多以后 等他第二任领导人卸任之后 才能够进行司法的调查 所以我们必须讲 论文们确实是留下了很多的问号 但是未必对韩国瑜有太多的帮助